刘博士讲的很好 所以刘博士讲的我就不重复 他分析了里面很多 确实我们不可能 整个裁案有108页 其实在裁长公布的时候 我就拿到那个文件 在铁粉群的独有应该知道 我没有贴出来 当然那个文件是不能够贴出来的 我有讲一些里面的内容给大家 108页我们不可能在这个直播 这样子去讲 大家也不会想去听 所以刚才刘博士讲的 我就不重复 我观察今年的预算案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用未来签的案例 非常非常的明显 也非常非常的令人担忧 去年 我不是说EPF这种用未来钱 你这个是用个人的未来钱 那个等一下我们会讲到 但现在预算案 他用的是国家的未来钱 去年林冠英提成的财政预算案 的赤字是多少% 是3.2% 我们GDP的3.2% 就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赤字 就是我赚的钱少过我花的钱 3.2% 这是去年的情况 今年 他的 deficit 他的赤字是多少 5.6% 5.6% 我们已经很多年 没有5%的赤字了 今年是5.6% 而且 大家看5.6% 可能还是一个 acceptable的数字 觉得政府 没有花太多的钱 虽然这是史上最高 但是 deficit才5.6% 所以感到很欣慰 但完全是错误的 这个政府玩了一个手段 玩了一个tricks 来欺骗大众 因为 deficit 财政赤字 它是跟GDP挂钩的 国内生产总值 就是我们国家一年 可以生产出来的价值 的多少% 是我们的财政的赤字 为什么今年只有5.6% 其实去年的财政赤字 本来是3.2% 但今年慕尤丁政府 在夺权了之后 提成了两个附加预算案 一个是去年的钱 不够花的附加财政预算案 一个是抗议的预算案 300多亿 所以两个预算案加起来 去年的财政赤字是6% 今年5.6%好像很好 但为什么会5.6% 因为它玩了一个trick 这个就是我刚才 我现在要告诉大家 刚才提到的 它把我们国家 明年的经济成长期望调高到7.5% 所以明天明年的经济成长是7.5% 才弄到我们的赤字是5点多% 如果没有7.5% 我们的赤字会来到接近10%的地步 你超花10%一年 而且这个一年还没有 每一年都会有附加的财政预算案 像我们今年有两个 明年也肯定会有 那我们最后赤字的数目 是不是要来到10多% 非常的吓人 很unsustainable 这是很严重的情况 所以政府 明年我们国家可以增长7.5% 我觉得这个是很bushy的事情 疫情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尽头 今年的祸根 这个疫情的祸根 肯定会拖延到明年 会连累到明年 疫苗会出来 明年会出来 也还完全是一个完全没有知道的东西 而我们的财政部却可以 预测7.5% 很明显 它只是为了作帐 只是为了让大家好看 来遮掩财政资质极度巨大的问题 这是第一点 它花我们国家未来的钱 所以这个政府 根本不管未来 也非常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政府 意识到我们的首相慕尤丁 我们的国门政府 意识到它只是半届政府而已 我跟刘博士都分析过很多次 如果有下一届大选 土团应该是土崩瓦解 它不可能可以跟巫统谈成 除非它回到西门 不然一定是土崩瓦解 三角战的情况 它一定是输 所以也可能是因为 它意识到自己只有半届的寿命 所以一个垂死的人 它还有一万家财 当然是普通人 普通人只顾自己自私自利的人 就算你有孩子也好 像如果我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我知道我剩三个月的寿命 我现在有一百万 我一定一百万都花到完 自己享受 因为我自私 所以现在的政府 很可能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它完全不管这些东西 有钱就花 超花也不管 反正未来又不是我还 未来又不是我做政府 这种心态绝对值得 应该谴责 所以这个预算案 你认说应不应该给它通过 我觉得单凭这一点 在野党就要有强力的理由 要求它做出修改 重新审视里面的各种预测 这是一点 然后第二点 这次的财政预算案 政府玩了trix的第二点是什么 如果大家有注意的话 我们的预算案是很不健康的 每一年80%是行政开销 行政开销是什么 给薪水 给租金 给电费 给利息 这些是行政开销 我每一年的budget 80%2000多亿是拿来还这些费用的 只有20%左右 去年只有18% 去年18% 今年它提升了一点到20多% 是来做发展开销 所以如果你只看表面的话 你会觉得 今年政府好像 allocate比较多钱去发展 有减少了自己的行政支出 所以是一个好事 因为你照比例来看 应该是70多 今年的发展开销 占21.4% 去年应该是18.8% 或18.9% 所以它有拉低一个比率 但是 这个又是政府 它做手脚的地方 它把冠病基金 5.8%抽出来 制成一格 其实这个明显 就是在行政开销里面 的钱来的 可是它故意抽出来 为什么 因为要让账目变得好看 要来 convince大家 你看我们很谨慎花钱 我们的 我们削减了行政开销 削减了我们的fix cost 然后我们放更多钱去发展 这个也是bullshit来的 所以大家 千万不要给这些 小 小tricks 给遮掩 给蒙眼 给欺骗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然后预算案 很明显 我相信大家如果有follow 今天的预算案的话 都可以明显的看到 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大选预算案 买票 买人心 派糖果的预算案 B40拿到很多钱 尤其是厂障人士 公务员 教师 Felda Platan Nanayan 渔夫 农夫 这些人 都有专属的 grant给他们 很明显 在现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们其实看不到 其实整个预算案 最我最失望的地方 是看不到 整个政府的方向 它没有一个大方向 我这个财政预算案 是要带领大家 到哪里去 我们的目的是哪里 我花了 我投出了一个 3000亿的预算案 我要花这3000亿的钱 我会带给大家什么 并没有 他就是一直给钱 给钱 又给钱 这个是最让人失望 我觉得最不满意的地方 就在这里 为了给钱 而给钱的财政预算案 这个财政预算案 其实并不像 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财政预算案 就是明年 整个政府的vision 整个政府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并不是 这个更像是慕尤丁 在7月所提成的 那个抗议预算案 就是为了花钱 为了刺激市场 为了让大家渡过难关 而成立的 而推出的一个预算案 这点才是最大的问题 我同意刘博士所说 尤其是在EPF这一方面 我觉得大家 我看了很多人的评论 其实大家在谈EPF这个情况 完全忽略了一个重点 就是如果让所有的大马人 去提领这6000块 12个月500块 12个月500块就是6000块 account1的钱 会造成EPF多大的创伤 因为EPF本身 是没有想过 account1的钱 可以被提领出来的 而EPF的钱 不是收在银行 是liquidated 是流动的钱 并不是 它的钱是投资在产业 投资在基金 投资在股票市场 不是你要钱 我就可以拿出来给你的 所以其实本身去动用 account1就是一个很明确的策略 完全没有想过 EPF会对EPF的创伤 有多么的严重 EPF是我国最大的主权基金 它是我国最大的基金 你可以说是主权基金 也是我国最 cash rich的一个机构 如果EPF真的受到损伤 对我国绝对是致命性的打击 大家不要以为EPF有几万亿 在手上它不会破产 其实有先例的 好多国家 像之前欧洲的什么国家 欧洲四国之一 它的国家会崩溃 财政会崩溃 就是它的公积金线破产 公积金线破产 所以在EPF根本没有想过 因为法律一直以来都是规定 你要去投资也好 你要去买物资也好 你要去还贷款也好 你可以动用你account2的钱 但是你不能动用你account1的钱 因为你缴交EPF 你是有交两个部分的 一个是你自己的钱 你从你自己的薪水里面扣11% 现在扣到9%明年开始 另外一部分是老板帮你给的 这个不是你的钱 是老板的钱 但是政府规定老板帮你给的钱 所以他给你拿钱的意思是 你可以拿出你自己的钱 就是account2的钱 但是别人帮你给的钱你不能 这个是给你养老的 这是一直以来的法律 所以当纳吉去提出这个政策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很明确的政策 只是为了讨好人民 因为确实很多人真的没有钱花了 大家都知道 我现在已经没有钱吃饭了 我快要饿死了 我要去铁额走险 要打抢来维持我的生计 要去养我的孩子 你给我拿EPF的钱出来有什么问题 确实很多人面对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纳吉知道很多人面对这样子的问题 他不顾后果 他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其实人民会饿肚子 会疫情会这样子严重 这个是政府的责任 并不是EPF的责任 EPF有EPF本身的责任 政府有政府本身的责任 你政府解决不了了 你就把EPF本来不应该动用的钱给动用出来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且我敢说 EPF本身也没有预计到 他们EPF本来 account1的钱可以拿出来 所以这个对EPF的资金流动 绝对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如果很touch with 很touch with 真的重创了我们EPF的现金流动 导致他们要以亏损的方式来赎回他们的现金 因为他们的现金都放在 大家可以去找了 财政部里面可以去找他们的投资 多少是流动性的 有多少是fixed的 那最后损失的还是每一位佼佼EPF的人 我相信在座在听的独友们 大家多数都是有佼佼EPF的 这些是我们的钱 是EPF属于他投资也是在为我们投资 所以这个政策 其实我是不支持的 我是不支持 政府应该去帮助这些有困难的人民 而不是让他们去动用这笔钱 回到最根本的情况 我之前跟刘博士都有一起讲过的 就是政府现在疫情肆虐 就是你政府incompetent 讲到来就是政府incompetent 其实大选选举跟疫情是没有直接的等号的 新加坡大选有疫情爆发吗 韩国大选有疫情爆发吗 并没有 所以你不可以本身一直拿疫情爆发来做借口 因为这个疫情爆发是你的愚蠢 是你的不作为 是你的incompetent而造成的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再讲下去我要吐血了 我再交回点